大家好,我是玩具好哥 这个飞机是世纪的F7五人机 可以拍摄4K的视频 然后我们知道航拍飞机都有两个画面 一个是图传画面 还有一个是内存卡里边的原视频 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飞机在这个地方飞一下 然后分别来对比一下图传画面和原视频 大家看看这个飞机的视频够不够用 这个老体让我们看一下F7拍摄的视频效果咋样 我们看这是F7的界面 然后点控制 GPS模式 然后图传画面现在已经出来了 然后上面这个我们装了一张内存卡 上面写是内存卡需要格式化 我们要格式化一下 我们给里边装了内存卡 内存卡的话视频是原视频 我们先等它格式化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飞起来拍几个视频 现在内存卡格式化完成了 我们现在起飞 解锁起飞 好 我们飞起来了 然后点一下拍摄视频 咱们录一段视频 这个是在房顶上离得比较近 我们再往前再飞一下 然后这个摄像头上下可以调节 可以调节上下角度 然后我们往高飞 然后我们往高飞往远飞 这速度挺快啊 这速度 好 我们就飞这么高 这是20多米高 现在卫星颗数17颗 GPS模式 距离70多米 高度20多米高 这边是核化 这边是核化 我们待会儿 我们现在再把它拍个照片 咱们再拍个照片试一下 拍照片 调到拍照片的模式 这个照片和视频 它会同时储存在手机和内存卡里边 内存卡里边的话 可能比较清晰很多 这个有变焦供 我们再把这个摄像头朝下 咱们再拍一下 我们再拍一下照片 好 行呐 我们现在就让它返航了 现在就拍照片 照片 这个是我们刚才 内存卡里边的视频 拍的原视频 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稳定性也还不错 我觉得很不错了 你如果非要跟大疆比的话 跟比它贵的飞机比的话 那也没办法比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相当不错了 然后这个是刚才拍的照片 是刚才拍的照片 清晰度我觉得可以啊